妖艳的红裙包裹着女人曼妙的身姿 女人踩着高跟鞋坐上顶级豪车 去客户家里送外卖 不料第二天竟惨死家中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 根据调查死者名叫林慧 是本市最豪华会所里的顶级服务员 死者衣衫凌乱却并未发现侵害痕迹 脖子上有明显勒痕 经法医确定死亡时间大概在 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 死因是被人用手活活掐死的 屋内有着明显被清理过的痕迹 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污者 贵重物品无意丢失 基本可以排除入室抢劫的可能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线索 初步判断这是一起仇杀案件 凶手能在晚上进入死者房间 极大可能是熟人作案 随后警方要查看小区监控视频 却被告知案发当晚值班的工作人员 被堵住口鼻绑在椅子上 而且屋内监控全被破坏 甚至连存储硬盘也被盗走 因此无法从监控处找到有用线索 无奈警方只能从死者林慧的社会关系入手 进行走访调查 从中发现他的前男友王良嫌疑重大 从林慧父亲老林口中也得知 林慧在高中时就被王良诱拐离家出走 当时气得老林跟林慧断绝了关系 不久后林慧就出现在蓝亭雅社会所 林慧堕落后老林曾专门去找过他一次 当时是想劝林慧从良 还答应了让他回家 可第二天老林整整等了一天 也没等到林慧回家 在老林看来 林慧把回家的事告诉了王良 而王良不愿意失去这棵摇钱树 两人产生了争执 然后杀了林慧 之后警方在勘察案发现场外的楼梯时 不出所料地提取到了王良的指纹 从指纹的痕迹判断 王良是翻窗进来作案的 随后也从环卫工的口中 验证了王良的嫌疑 当时凌晨三四点 在案发附近的街道 清洁工看到王良骑自行车路过 后座的包裹散落一壁 掉落出的东西就是磁带一类的东西 可当王良回到家时 邻居却表示并没有看到他拿什么东西 于是警方认定 王良就是案发当晚到区小区监控硬盘的人 随后王良被抓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的询问 王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最后警方也只能因证据不符 将王良定义为偷窃罪 真凶还没找到是谁 事情就已经过去八年 就在众人都已经将此事忘得差不多时 警方再次接到报案 后来搬进去的业主反映 他们时常会看到黑影和火苗 甚至妻子都被吓得流产 女警得到这一消息 迅速联系到了曾见到火苗的业主大伟 他表示当年妻子说看到火苗后 他专门带着小区保安过去查看 结果只发现了一个烧纸盆 本想的是谁的恶作剧 谁知道一抬头 就发现那死去的灵慧就站在他们面前 这可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女警觉得大伟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可大伟却不这么认为 并且拿出他记录火苗出现的时间 后来越想越害怕他们就搬离了小区 警方根据这一线索 调查到林慧其实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名叫林曼 两人长相极为相似 警员认为保安看到的女鬼 可能就是林曼去祭奠姐姐 而鬼火则是有人在为林慧烧纸 可据大伟描述 当时并没有看到女鬼烧纸 也就说烧纸的很有可能另有其人 女警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 连夜待人赶回案发现场查看 左等右等终于等来了一个黑衣人 而这人正是死者前男友王良 原来这些年王良一有空 就会来给林慧烧纸 而之前所谓的鬼火 也不过是他在祭奠林慧而已 看到警员再次调查林慧的案件 王良依旧表示自己并没有杀人 其余的一个字也不愿透露 警员们从王良处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发现 便决定返回警局 警员看到王良对林慧的感情 都觉得王良不可能是凶手 可王良既然不是凶手 又为什么要到区小区的监控硬盘呢 为了了解更多王良和林慧之间的事 警员们找到了王良的表弟 从表弟的口中得知 之前王良也是老林的学生 高中的时候父母突然去世 后来记住在亲戚家 但是没钱交学费打算辍学 是老林垫付了他的学费 因为老林对王良有恩 王良更是拿老林当作父亲来看 是绝对不可能杀害林慧的 而且当年林慧离家出走 完全是因为无法忍受父亲的严厉 才硬拉着王良离开了家 至于林老师所谓的诱拐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表弟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回来的王良刚好打断 看到妻儿不舍的警员 王良也只好将当年的一切如实说出 当时高考完林慧就找到他 表示老林偷改了他的志愿 这让他十分压抑 不愿再听老林的安排 于是就请求王良带他离开 而本就对林慧有好感的王良 最终借了一千块钱 带着林慧去了南方工作 可没能力又没力气的两人 在外边过得十分艰苦 本就被捧在手心长大的林慧 终究还是受不了这个苦 最后王良只好又带他回了家 但当时的老林十分生气 不但不让他进家门 还要跟林慧断绝关系 那次之后林慧就失望离开了 同时也抛弃了王良 本以为两人的缘分到此就结束 可没过多久 有次他从老林家路过 远远就听到林慧在门外痛苦 可老林始终没给他开门 没得到回应的林慧心灰意冷 最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说来两人也是真的有缘 案发前一天 王良从蓝亭雅社路过刚好看到林慧 但两人就是这么遥遥相望的一眼 竟成了最后的离别 从王良的讲述可以确定 林慧并不是他送进蓝亭雅社的 而林慧的遇害很有可能跟蓝亭雅社有关 罗队回到警局再次查阅卷宗后 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人 这人名叫方瑞 是林慧工作地点的股东 同时还是王良和林慧的同学 而老林也是方瑞的老师 除此之外 卷宗中还有一个叫孙大庆的人 而他就是方瑞的舅舅 蓝亭雅社的大老板 而他所住的地方正是林慧家楼下 女警认为这绝对不只是巧合这么简单 他认为林慧进入蓝亭雅社工作 一定与方瑞和孙大庆脱不了关系 于是便对两人展开调查 罗队在对孙大庆的调查中 从他家卫生间里发现一张刚被烧的照片 而据保姆所说照片一直被放在门口的供桌上 最后经保姆确认 那照片上的人正是林慧 罗队察觉出异常 紧接着将正在寺庙上香的孙大庆 带回了警局 面对审讯孙大庆很快交代了 供着林慧照片的原因 当年林慧被父亲拒之门外后 便来到蓝亭雅社面试前台 正好遇到了在大唐担任经理的方瑞 后来方瑞便开始追求林慧 还从他这里借了很多钱 给林慧买各种好东西讨好他 而过多了苦日子的林慧 怎么能抵挡得住这样的金钱公事 没过多久那两人就确认了关系 甚至同居在了一起 后来方瑞看出我对林慧有意 便拿林慧当作筹码 还说凭林慧的外貌和沟通能力 绝对可以让蓝亭雅社走上巅峰 方瑞还想从自己这里拿到一些股份 被美色冲昏头的他信了方瑞的话 之后方瑞还真的失去的将林慧 送到了他的房间 林慧被欺负后 他伤心欲绝趁机跑回了家 而之前王良看到林慧趴在门口痛苦 就是经历过那次事情后 林慧做出的最后的挣扎 最后失望而归的林慧就此彻底堕落 并且很快真的像方瑞所说的那样 融入了这个圈子 并将慧所带上了辉煌 至于林慧被杀一事 孙大庆表示自己真的完全不知情 而他之所以一直给林慧烧香 是出于之前玷污他产生的愧疚 警方了解完全部事情后 也将方瑞请回了警局 而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是一言不法 对孙大庆所交代的事情也是失口否认 还很嚣张地让警方拿出证据 不然就赶快放他离开 而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方瑞是最具有杀人动机的 林慧是他的摇钱术 他不愿意继续干下去 方瑞就很有可能下杀手了 为了找到确切的证据 警方之后对方瑞的办公室和住处 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最终在方瑞的保险箱里 找到了一台破损的电脑 可因为电脑损坏的比较严重 一时间也无法修复 很快警方传讯的时间就到了 因为没有找到有用的证据 警方只能将方瑞放走 而案件也就此陷入了僵局 为此罗队带领全组警员 对林慧案的所有资料 进行重新翻阅 果不其然罗队在其中发现了问题 案里说当年手机已经很普及了 而且林慧作为高收入人群 不可能连个手机都没有吧 而卷宗上为什么没有 林慧的通话记录呢 随后罗队立即让人调取了 林慧当年所使用号码的通话记录 这一查果然发现 案发当晚林慧确实接到过电话 分别来自王良和方瑞 以及父亲老林 而老林和方瑞都承认 曾经给林慧打过电话 这时女警却有了个想法 我是说不是只有爱情才是感情 亲情也是情 听了女警的这句话 让罗队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随后他赶忙去调查 案发当晚老林的行踪 可调查后却发现老林 有着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因为案发当晚老林不知道被谁举报 被带回派出所关了一整夜 是第二天证实了清白才被放走了 可罗队始终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于是又再次查看了老林的资料 发现自从林慧出世后 老林的性格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他在所有学生的眼里都是岩石 而林慧遇害后他就变得和蔼可亲 这让罗队想起了 王良在案发那晚犯下的盗窃案 如果林慧真的不是他杀的 那么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发现大量他的植物 结合王良一系列怪异的行为 罗队有了一个猜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王良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袒护一个人 而王良早已没了亲人 唯一有感情的就只有老林 于是次日一早 罗队再次带人找到了王良 并很清楚地将查到的信息透露给他 当王良得知 老林在案发当晚给死者打过电话 瞬间慌了神 看到他的反应 此时的罗队基本确定自己的猜想确实没错 可即使现在知道老林不对劲 还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因为老林有着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就在所有人对案件都一筹莫展之际 女警察看当年林慧的死亡报告 有了新的发现 法医当年判定死亡时间的依据是室温 根据人死后尸体温度每小时下降0.8到1度的规律 结合着林慧当时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的事实 法医往前推了四个半小时 推算出了林慧大致的死亡时间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女警猜测 会不会是死亡时间出错 罗队通过调取当年的尸检报告 发现死者家属当时并没有同意紧迫 法医为了更好的保存尸表 只能选择测量刚温 而刚温有时又确实会出现一两小时的误查 并且法医告诉罗队 如果凶手对尸体进行保温处理 是完全可以让尸体温度下降的速度减慢 从而误导法医的判断 而根据当时的勘察记录 最先发现尸体的时候 死者身体上是盖着被子的 而且屋内门窗紧闭 假设凶手真的进行了保温处理 那么他又是怎么提高了环境温度呢 随后罗队回忆起去王良家调查时的发现 注意到他屋里放着一个就电暖器 上面还贴着林慧王良名字缩写的贴纸 当初调查时有个清洁工就看到我 王良案发那晚拿的大包 不仅有硬盘还有黑色的物件 罗队怀疑那东西很有可能就是电暖器 随后警方调取了 案发那晚林慧家的用电量后 发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林慧家的用电量有着明显的增长 有了这一发现 罗队立刻带人抓捕了王良 审讯室里罗队检查了王良的随身物品 发现王良一直用的 就是林慧当年的手机 里面有着两人许多的合照 并且还从中恢复了一段视频 里面正是方瑞威胁林慧的留言 随后警方也从方瑞损坏的电脑里 发现了另外一段视频 这两段视频足以定了方瑞的罪 王良看到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不得不坦白了一切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包庇老林 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和口供 警方带着王良来到了老林家 老林看到这一情况 只好坦然地承认是自己失手杀死了林慧 而他至今还认为林慧的堕落是因为王良 在老林的眼中 方瑞始终是他最骄傲的学生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个让他骄傲的学生 毁了自己女儿的一辈子 老林当初怎么也想不通 林慧为何会离家出走 他也曾反思过自己 但直到最后老林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 当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 自己的女儿在做小姐 老林十分生气 但也明白林慧这么做就是为了气她 他不想看到女儿坐见自己 挣扎许久后 最终老林还是扶着软找到了林慧 并且还向他道了钱 那次之后林慧答应老林 过两天就会回家 可老林最后怎么也没等到林慧 于是就找到了林慧的住处 说什么也要把他带回家 可到了那里 林慧却表示他有不能回去的理由 老林只以为林慧是贪恋金钱 放不下现在奢侈的生活 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林慧看着暴怒的父亲 林慧说如果当初不是老林 自己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 林慧将如今一切的遭遇 都怪罪在了老林身上 还说既然断绝了关系 以后就当没有自己这个女儿了 在林慧的一番刺激下 暴怒的老林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等他恢复理智 女儿早已被他活活掐死 之后他本想回家告别 然后自首 可回到家看到高烧的小女儿 于是便打消了自首的念头 再后来他也不清楚 警方为什么始终没有查到他 于是便慢慢放下了心 罗队看似到如今 老林还是一点都不清楚背后的真相 于是将方锐带到了老林面前 将方锐丑陋的嘴脸全部说了出来 还将王良八年来如何包庇他 是怎样在案发现场帮他洗脱嫌疑的 并帮他顶罪的一切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其实案发那晚王良也曾去找过林慧 可却看到老林失魂落魄地从林慧家离开 等他进去看到断了气的林慧 他就明白了一切 想到当年的恩情 王良最终选择了包庇老林 并帮他处理干净现场 案情到此真相大白 老林最终也看清了 自己这些学生的真实面目 最终天罗灰灰疏而不漏 犯了罪的人都会受到法律的延长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